男人背叛家庭会真心回归吗 其实在他选择出轨的那个瞬间 他的真心已经没有那么值钱了 你要考虑更多的是 你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平衡度 所以我劝各位原配 你不要去纠结他爱不爱你 心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了 他都已经做了背叛你的事 纠结这些就是折磨自己 如果这个男人对你来说价值很高 给家庭的经济稳定 对孩子也不错 或提供的你要的情绪价值 而且你们原本很幸福 那咱们就想办法把他拉回来 如果说他没有什么价值 你们也没有孩子 那你要他干嘛 能让男人真心回头的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抓住他的软肋 狠狠的让他长记性 只有痛了怕了才不会再犯 第二个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让他离不开你 如果你有婚姻情感的问题不能解决 欢迎私信我 让我来帮帮你